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这事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以前我的个性安静少话 不敢主动的去接触人 更不要说声言了 在人面前说话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啊 因此我常羡慕有好的口才 有胆量的人 当他们为神说话时 众人就都得着勉励 我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成为在众人面前说话的人 也从不觉得自己原本的个性是可以被改变的 有一次在特会中 我因为对自己的声言不满意 觉得非常难过 便下定决心 那段时间里再也不要声言了 但主没有放我过去 就在隔天我们被告知 人人都需要预备分享 我就被迫的快速转向神 亲近神 从一开始的不愿意 后来深深被主摸拙 神都没有放弃我 我怎能放弃自己呢 隔天我依旧完成了声言 这件事现在想想 还是觉得非常奇妙 若不是神 我不可能愿意声言 也不可能在失败后 继续完成我觉得困难的事 感谢神 祂知道我的软弱 也知道我在声言的事上实在不行 所以安排了许多环境 许多操练 当我没有任何能力时 我才会完全的依靠神 才能把自己真正的交给祂 神也是怜悯的神 祂没有逼着我快速的成长 而是借由一次次聚会及特会 成全我 使我渐渐明白祂的心意 原来 以前我所羡慕的声言 能使众人都得着供应 不是因为他们有好的口才 而是因为有神的生命 进到他们的里面 藉由说话 生命在流到人的里面 所以我不需要羡慕别人 有好的口才 而使渴慕神的话 更多进到我的里面 我需要的不是那些外在的能力 而是内里生命的长大 唯有生命才能改变生命 感谢神 神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 以前在我看来的不愿意 不可能 因着神 现今都变为可能了 如今 我原本的个性 已经被神大大的改变 再也不害怕主动去接触人 也能放胆讲说神的话 就像今天 能在这里和你们分享 我的经历一样 虽然我还在过程中 生眼也还是会紧张 但我学的一个秘诀 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灵前十五章 时节说 然而因着神的恩 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 并且神的恩 临到我 不是突然的 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但这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无论我们是何种景况 神都与我们同在 只要简单的接受神 享受神做恩典 做帮助 我们的生活就会大不相同 这些见证无非别的 就是见证这位神 与我们之间的爱 如何倚靠主的信心 以及每一次宝贵的经历 想要听更多见证吗 欢迎订阅水山之处的频道 想要投稿自己的见证吗 欢迎主动联系水山之处福音资讯网 欢迎大家一起在 LINE见证集中 分享你的故事 耶 耶 耶 祝福音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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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音资讯网